各位早晨 歡迎收看星期五早早 天文台的天氣報告 我是韓俊傑 影響廣東沿外的東北郭日風 就是逐漸被一股海洋氣流所取代 這兩天天氣會比較潮濕 大家可能要準備好家裡部抽濕機 天光時在維港網出去 見到視野比較模糊 今早半個部分地區能見到 曾經下降至4000米左右 氣溫方面 零到7點多鐘 大部分地區的氣溫 介乎在19至20度之間 看待大範圍的衛星雲圖 今早到雲帶繼續覆蓋著華南 一雷達圖像上見到 有些零星的雨區 由西向東掃過香港 預料今日仍然會有幾陣雨 今日詳細的天氣預測 預計為多雲有幾陣雨和薄霧 最高氣溫是22度 吹和緩的偏東風 至於展望方面受到海洋氣流影響 預料明天沿岸會有霧 日後氣溫會比較高一點 大約去到26度左右 而受到低壓槽影響 亦會有幾陣驟雨 不過一估東北過後風會 星期日抵達華南沿岸 下星期初至中期 我們的天氣會稍微比明天涼稍微涼 這一節的天氣講到此為止 再見 再見